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我的朋友说 假定我们试一试 谁先到那里 距离是三十英里 车票是九脚钱 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 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六脚钱 好了 我现在不行出发 不要到晚上我就到达了 一星期来 我的旅行都是这样的速度 那时候 你正在为了车票钱在挣工资 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 假如工作找得巧 可能今晚上就到达 然而 你不是上飞磁堡 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工作 由此可见 铁路线尽管绕全世界一圈 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 至于还要说 见见世面 多点阅历的话 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 从没有人能胜过它 至于铁路 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广 而且很长的 是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 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 人类糊里糊涂相信着 只要他们继续用河谷经营的办法 铲子这样子铲下去 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 也不要花什么钱 可是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 收票员喊着 旅客上车 烟在空中吹散 蒸汽喷发浓密 这时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 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 这就被称作一个可悲的事故 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 挣到了车票钱的人 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 就是说 只要他们还活着 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愿望了 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 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 是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 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 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 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 什么? 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发出呼声来了 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 是的 我回答 比较起来是好的 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 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 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的打发你们的光阴 在我的房屋建成之前 我就想用老实又愉快的方式来赚他十元十二元的 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 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 主要是蚕豆 也种了一些土豆 玉米 豌豆和萝卜 我总共占了十一英亩地 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 上一季的地价是八元零八分一英亩 有一个农夫说 这地毫无用处 只好养一些叽叽叫的松树 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 我不是他的主人 不过是一个居住在无主之地上的人 我不希望住那么多的地 就没有一下子把全部的地都除好 除地时 我挖出了许多树根来 供我燃烧了很久 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做过的沃土 当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 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 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供给了我其余的一部分燃料 我却不能不租一组离地的马和雇一个短工 但涨离的还是我自己 我的农场支出 第一季度在工具 种子和工资等方面 一共十四元 七角两分五 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 种子实在不知多少钱 除非你种的比需要量更多 我收获蚕豆十二普世尔 土豆十八普世尔 此外还有若干蚕豆和玉米 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 没有收成 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元 减去支出 14.725元 结余 8.715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 和手头还存着一些的产品之外 估计约值四元五角 手上的储存 已超出了我自己 不能生产的一点蔬菜的需要量 从全面考虑 这是说 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 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 占据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 不 一部分也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 我就确信 我今年的收成 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夫的都好 第二年 我就干得更好了 因为我把总需要量的全部土地 统统种上了 只不过一英亩的三分之一 从这两年的经验中 我发现了我 没有给那些农业居住下岛 包括亚瑟阳的著作在内 我发现 一个人如果要简单的生活 只是他自己收获的粮食 而且并不耕种的超过他的需要 也不去不知足的交换更奢侈 更昂贵的物品 那么 他只要耕几平方干的地就够了 用铲子比用牛耕又便宜得多 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 以免给旧地不断地施肥 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 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 略略做一做就够了 这样 他就不会像目前的人们那样 去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螺捆绑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 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 我希望大公无私地说话 我比康克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 因为我没有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 我能随我自己的异想行事 那异想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 况且 我的光景已经比他们的好了许多 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 或者我欠收了 我还能跟以前一样的过得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